美国第四季度GDP超出预期成长3.3% 推动美股走洋 标普500持续创新高 各股方面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上级财报 营收获利均低于市场预期 并市仅今年的销售量成长率 可能会明显低于去年 股价暴跌12% 另外 IBM于周三后发布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 且因AI业务前景乐观 预计将为2024年营收带来增长 股价上涨9.5% 飙升至近11年来新高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跟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势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加权创高以下后高档出现十字 但成就量却缩小至2539亿 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贵买则相对弱势 但依旧没跌破周线 而月线呈现水平横盘移动 整体均线也为多头排列 puts corregio为139.6% 选择全位平仓 17700puts增加3533口 最大位平仓为17600puts 而18250扣增加2113口 最大位平仓为18200扣 加权一月外资转卖为卖 出现认错回补行情 并朝18000挑战 根据口袋证券统计 自2023年12月以来 外资持续增加的前十档电子股中 价格圆月皆有成 部分股价距离2022年高点 差距皆在10元内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新年快乐 1-3月台美股交易满额 远远送手续费折底金 本月台美股账户 可享终身美股手续费0.12% 美笔最低只收3美元 2月底前开户再送线上呱呱卡 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多项号里等着您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